你輕易的可以去覆蓋 把你的指甲指印壓下去 用指甲壓一壓頂部 沒有出現痕跡 通過第一道檢驗關卡 再來還要拿起來轉轉看 看它是不是很容易就很好轉 蓋子沒有鬆動 代表密合度夠完整 但是別忘了確認雷射標籤 有無被偽造的痕跡 如果要辨別夾久的話 有些人 算是說現在可能越做越驚喜 可是最好是旁邊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說它這個接口 有沒有造成說 它這個雷標裡面有縫縫 還要記得轉到評審看一看 因為只要是在台灣買日本正版威士忌 都會用中文標示清楚進口商 畢竟光憑肉眼實在難以辨識真假 買酒時只能把握這三大原則 比較困難一些 通常檢驗的部分 可能就只能從它的酒標 跟它的風錢 有沒有雷射標籤 或者說它風錢有沒有不齊的一些情況 然後來去做一個簡單的判定 麥卡倫30年就要價14萬 是店內目前最貴的一款酒 其實麥卡倫12年的熱賣款也變貴了 一年就漲了400到500元 還有這款百負12年 前陣子想要買還得等一個月 但要說稀有性也得看看年份 像是世界最稀有的白河一瓶就要價91萬 蠻多間酒商它的都有在今年的時候 有做一度甚至兩度以上的調漲 運用在說可能插在它的橡木桶的真吸程度 如果說它越是稀少的部分的話 可能它相對都會反映在它的原物料上面 然後去反映到它末端售價 老酒藏家越來越多 但是在收購前還是要睜大眼睛 以免受騙上當 八大明山新聞效果再成為台北超到